好啦各位同學我們看一下題目 他說 監察御史來台考察後 上受建議應在台灣府以木為榨 我說一句實在話 我看完這個我已經知道答案了 我已經知道答案了 就是清領時期來說 一開始不准你建築城牆 為什麼 因為害怕說什麼 害怕說 如果地方行政單位築起了城牆 那裡面的人萬一要造反要叛變 那這一座城就會因為有了城牆 成為一個碉堡跟要塞 那後面政府的軍隊要來攻克他就非常不容易 所以一開始是完全沒有城牆 後來在朱宜貴事件發生之後 他發現朱宜貴當天上午就打下台南府城 為什麼沒城牆啊 所以呢 事後他們就商量一下 啊不然這樣好了啦 我們在外面圍上木柵 所以我光看到木柵兩個字 我馬上反應就是跟什麼 朱宜貴事件有關 而且是朱宜貴事件評定之後 好 所以呢我們答案就選C 那我就其他就不看 那你說老師那後來是不是又爆發了 林爽文事件 啊對沒錯 所以林爽文事件之後 他們發現怎麼樣 林爽文是一天的時間打下台南府城 因為木柵沒有用啊 倒點汽油一把火吹下去就沒了 懂我意思吧 所以呢乾脆就修竹城牆 所以什麼時候開始修竹城牆 林爽文事件之後 這樣可不可以介紹 這立屆事件 可以吧 所以這題很簡單 我看到木柵我就教你這樣判斷 所以答案就選什麼 選C 這樣可以嗎